雷森主廚做過很多的養心料理 那你今天要做什麼 我今天要做的是 和風秋菇威魚 秋天的菇 因為其實以前 秋天的時候的菇 是最盛產季節最多的時候 當然現在是一年四季 一年四季都買的 因為這樣是溫室栽培的 都可以 我們首先在鍋子裡面 先放一點印加果油 你今天用什麼魚 我今天用虱目魚 用虱目魚柳 虱目魚有哪個季節比較好吃 也是秋天 秋天 我就記得秋天 然後包括了秋刀魚 也是秋天 可是現在冬天了 所以其實它已經肥美 然後現在還是OK的 還是OK的 因為其實我們說真的 現在氣候的變遷 其實很多的 對 很多的 很多的食材 其實那種季節性 都已經亂掉了 而且可能一年四季都吃得到了 好 我們現在都把 這個虱目魚柳 放進去在鍋子裡面的平底鍋 用中小火慢慢讓它煎 煎的同時 我們在這個魚的魚肉上方 撒上一點點海鹽 把它撒上海鹽之後 讓它慢慢去煎 慢慢去熟成 我們把它換鍋好了 因為我這邊示範 另外示範的這個 另外它的一些配料 來給大家看 來 你今天用什麼 接下來我現在要放的這一鍋 要放的是芝麻油 芝麻油 芝麻油放進去之後 就要稍微讓它熱鍋一下 把它熱鍋一下之後 我們現在放一點蒜末下去 蒜末把它切碎碎的 蒜末放進去 我看你今天有用了秋葵 然後另外山藥磨成泥 白色的這一碗 對 其實在日本料理來講 很常看到一些 黏黏滑滑的一些東西 對 因為對腸胃也好 對 山藥 秋葵 納豆 都是 所以我們用山藥泥 可以做這一道菜 好 接下來我們開始 在鍋子這邊放上蒜泥之後 先把乾香菇的部分 放進去在鍋子裡面 去把它炒一下 然後去把它炒香 另外在鍋子的這一段 我們魚也稍微給它翻一下 陳醫師如果你看這一道的話 它有哪一些營養素 對我們心臟保養有幫助 其實第一個 就是我們常講的蔬果類 蔬菜類 尤其是我們看到花椰菜 花椰菜我們講十字花科 它是非常好的互心的料理 另外像蘿蔔 像菇類 其實這些都有很多的 我們沒有蘿蔔 我們是山藥 有胡蘿蔔 對 胡蘿蔔 這些東西其實像秋葵 這些其實都是對心臟有 正面方改善的蔬菜類 另外一個重點當然就是魚肉 其實我們節目講過很多次 肉類來講還是以白肉優先 白肉裡面又有魚肉類最好 所以我們有一個 很簡單的記憶方法就是 腳越少得越健康 魚沒有腳是最好的 再來兩隻腳的雞 豬牛相對來講是 紅肉類相對來講是 對心臟來講比較沒有那麼 高的價值 所以其實魚肉配上一些蔬菜 十字花科的蔬菜等等 我覺得這是一個 對心臟病來講 是一個相當不錯的料理 好 像如果一般的患者 他假設裝了支架的話 一定會問說我身體上 飲食上有沒有需要注意的 你通常會提醒什麼 我通常會跟他講說 你就選那個比較難吃的就對了 這當然是開玩笑的 腺絲纖維比較多了就對了 就是你當然是鹽分要控制 糖分要控制 油分要控制 所以掃油掃鹽掃糖 畢竟不是每個人都像雷神主廚 一樣就是可以用這麼好的料理 做成這麼好的東西 那又健康 因為大部分我們的健康 大概都是屬於 你掃油掃鹽掃糖 就是比較不好吃 所以這個是重點 所以大家多看這個節目 就可以想辦法用好吃的料理 同時也保護我們的健康 對 沒錯 這點很重要 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可是真的很多人會以為說 因為裝了支架 就覺得應該心臟重獲新生 所以雖然有在聽 也不一定會做 比如說我記得之前 有一個是比較慘的事 他真的才六十幾歲 然後他裝了三根支架 裝了支架之後 醫生當然也有跟他說 第一 回去要吃這個抗磷血藥物 對不對 第二 你真的要吃得清淡些 第三 他就跟他說 你這個菸不要再抽了 他就說藥可以吃 食物很難調整 菸沒辦法戒 結果我跟你講不誇張 就只有吃藥而已 對 他三個月後就再阻塞 三支支架 而且再阻塞之後 那一次就沒救回來 所以我就覺得說 其實飲食之外 醫生一定會跟你講 藥要吃 菸要戒 對 然後飲食要改 這些才有辦法 有幫助 好 是不是現在這個菇 對 菇類 我們稍微用高湯這樣 用柴魚高湯下去煮 你看我們這個魚蒸到 好漂亮 蒸到恰恰 這種感覺 那我們現在開始關小火之後 我們現在要把山藥泥的部分 放進去 放進去要記得一件事 開始粗粗的去給它攪拌 對 把這個黏液的部分 稍微去把它拌出來 但是記得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要做和風料理 這山藥泥不要讓它拌熟 不能熟 不能熟 熟就沒有滑冷感對不對 熟了對 就沒有滑冷感 這頂頂 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個 所以現在雷師傅是已經 熄火了 熄火了 把它放進去 在裡面一樣讓它稍微 在鍋子裡面利用它的余溫 這個是撇薄 對 去把它拌一下 其實這一道料理 在日本料理其實滿常見的 所以我們加上把它拌一拌之後 變成它的一個配料 像格格這樣子有沒有 像一個麵糰那種概念 好 那現在把它拌好之後 對 而且裡面不會有太多湯汁 雖然用了高湯之後 不會有太多的湯汁 好 那接下來我們把火源關掉之後 先夾幾塊的這一個 絲目魚起來 然後放進去 對 放進去之後 等一下我們要準備把它做盤式 好 然後我們再放上 我們準備的包括花葉菜 還有胡蘿蔔等等 這道菜就完成囉 推薦這道和風秋菇鮪魚給你 多種富含水溶性纖維的蔬果 搭配有豐富的 Omega-3的絲目魚一起入口 清爽料理幫你清除壞膽固醇 讓血液順暢流動 喜歡健康2.0嗎 一定是非常喜歡的吧 那麼請大家在 健康2.0的YouTube上面 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隨時有最新的健康訊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囉